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戴琪 這次很久沒有看到戴琪 拍箱飯店的影片 因為我發現了 在這邊已經一個月了 趁在生小孩之前 跟先生有兩個人的時間 我們安排了台南大飯店一裏二十個要主持 台南大飯店是一間有60年歷史的飯店 裡面很有名的是歐洲製作餐 台南人可能爸爸媽媽都沒吃過的 老台南人都會來這邊吃 台南自助餐 因為它是我們老台南裡面最厲害的自助餐 最厲害喔? 但是是老台南人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趁這次的一國二十 晚餐再早餐一起來 看看有什麼樣子 台南大飯店 台南火車站 很近 三分鐘都到了 我們現在要去開箱我們的房間 307號房 我是最邊間的 旁邊是卡生米多一桌 整個是鑰匙的 我們現在進到 大飯店的 豪華套房裡面的豪華套房 這是一個大廳的鞋子 看一下 旁邊有一個吧台區 然後小黑家 我不想聽一下這個東西 不好意思 旁邊是有一些杯子 其實是兩人房 但如果都有杯子 我們現在想說 這邊比較大 有一些人說 是來商務旅行 就會有一些人進來 然後照待他們喝個飲料 然後就有一個 一種很想的 把你去出門 你要去 去找你自己的好 好 再另外一張 就是 一輪 我沒有用調劃起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這樣也好 因為有時候 你直接放在上面 然後大家沒有放的話 你也不知道半天到底放起來 這個很大的 好大的 好大天啊 是套房的 好像可是永遠跟跑一樣 如果人要來就可以 到他那邊做 像家裡一樣 然後這個牌很小 這個化妝牌 這個化妝牌 對 沒有插頭 插座的話是在 電視下面的左右 這邊 是 我們的刷牌床 用一個 這個櫃子 當作中間的間隔 還沒到床床 那天還有一個小工作區 如果你要用一些電腦辦公 可以直接用 然後這邊有一個 插頭 可是 沒有一位指定插座交流 然後這邊有 這邊有 他這邊有 USB插座都可以用 但他插兩個床頭櫃 只有這邊有 床頭櫃 但是他這邊轉的 不能太多 就是轉拍跟 不過因為他格局設計 所以躺在床上看電視 電視就會比較小一點 然後這個啊 你當什麼 你當什麼 不知道 你當什麼 因為以前 這邊比較多 那種 商務客人來做的時候 他們的西方 都會直接這樣刮 這個 所以都會設立一個 靜光 長姿勢 對 西方 他比較平整的放在這個 嗯 然後放這邊 然後可以搭你自己一下 嗯 進去了 然後 頂域出去 有剛剛是穿你的 左邊 然後頭 他說 他是 Mina Salmica的米式堂頭 欸 米域間 他沒有花灑 但米 空間算 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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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在這裡 這個是他們的 微風機 超風量的量 好 嗯 這對我常常把米賽說 後面好像有點像 旁邊 是他們的錄影用品 然後 牙刷 綿帽 好光回到樹 是多的 這邊 等28天 下了一邊 是長姿 我們的話 所以 浴缸 欸所以剛剛如果要兩根 通常是洗澡可以 一個是在浴缸洗 一個是在這個領域前洗 這樣子 這樣是滿好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要在這邊 睡一個晚上 然後明天早上起來 來跟大家分享我們今天住宿的經驗 跟明天早上的早餐 這樣子如何吧 那這個夾子是 剛才到的案件很大的一個特殊 它可以用這個夾子去 因為你想要吃的一個海鮮 它是線紙 然後這個是太好說好 所以你只要把它 夾子丟進去 它就會把海鮮充過 這裡 就是一些台南小吃們 看白癡 這是要自己夾的 那可以先把夾子夾當中 然後選自己想吃的海鮮 那是龍膽石斑嗎 是 一個只能夾一盤嗎 好喔 然後送過來 一個盤就只能夾一種 那我想要吃五魚 那就再夾一盤 這個是別的飯店沒有 對 就是你可以自己夾 然後給它 夾就會上桌 這區是現煮的湯品 港式料理 港式蒸籠 有水果棒 這裡是台南的 好像外面菜 因為另外還有附餅 在裡面 謝謝 要吃一群牛肉桃 加三十片 加多片也沒關係 好辣好辣 對 好辣超熱 直接關燙 味家薑是就是 你才是台北 味家薑是就是 什麼鬼啊 等等 他又有孕婦就不加酒了 但是其實會加酒 這樣 必配醬膏 就是要沾肉吃的嗎 對啊 然後醬油膏他們還會再沾一點 這樣子 可以 stud 然後營養 成型 那你一次要的餐廳 超多喔 南風味的拉丁 紅板 紮椒平 然後 海鮮 黑皮 紮霧 這都是現碟的現做的 烤的啊 或是鐵盤 當然還有生魚片 現做什麼的喔 南風味的牛肉湯 第一次在咖啡裡面看到台南棺材版 超酷的 小巧可愛 這之前在安平老街買一個要50塊喔 那你現在看那個蚵仔串裡面 哇塞!你看多大顆 這麼大拇指還好大欸 然後有很多現做的鮮 我覺得很棒 當平日晚餐還是一個平日簽訂的 學腸蟹的火鍋 然後我覺得炸鍋也蠻好吃的 蟹也有腸蟹蝦子啊 那個是品味的 然後我們家要來用它 最後是我的平點時間 目前有兩個品牌可以選 一個Squaddon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日本的品牌 然後現在有Bubbleweed 這個蠻蠻特色之類的 這也是台南棺早味的 冰 早味的 好我們先來吃早餐 早餐很融色的 我今天拿 就是肚肉粽 小肉粽很可愛 應該都不會吃太白肉 台南棺還蠻按時速動的 對啊 最比較有名的是那個 柳家樹粽 柳家肉菜粽 柳家菜粽 柳家菜粽 柳樹粽 然後上面就是一顆花生 然後這一顆是小肉粽 會有肉吧 有啦 它還有蛋黃欸 好猛喔 肉粽就有蛋黃了 可是它這麼小 裡面還包蛋黃又肉 然後又花生的 好啦 最後要來講一下 我們這一天 住台南大棺店裡 一直都不熟 新的來 第一點就是 看的交通人家非常好 裡面就在 不像前站 走路大概 三分鐘 是一個很短 很短 然後回到 新公司大約 那你一個小小學 那你就是 因為它附近有醫院 所以 晚上回家說 可能會聽到 先有一個就停車機 如果你是騎機車來的 的話 可是可能就有一個 機車座車位 那如果是開車的話 它就是 代客擦車的 機車 你不知道你要聽到 浩子裡面 對它不可 你會不會太少 嗯 因為車子有按鎖 電池跟 花車的電池 換 他們 等我再騎車的 對 而且 我們之前 就等單純來試過 他們每個記錄車 就 那時候就可以代客擦車 就不只是 疑慮車 就是問題是 單純來試過 那樣的客氣 人家看過你都非常的貴 可以放 咖啡餐廳 可以放 而且很多是 有一點上演技的 服務生 譬如說 你幾天前看過 服務生 你幾天前看過 在市場的時候 放下來在 然後這邊 這次上天的景點是 很照顧你的 對啊 就是會有很多 因為他們 覺得歷史的會 一起在這邊 尋找 就是打給他們 對的朋友 好 講到房間 你這房間是比較大型的套房 雖然它是比較有一點面白感 但是整體還蠻乾淨的 因為服務生 是 稍微整修過的 所以是 平安精靜很整潔 然後 日式是比較偏 小便宜 日式的 感覺 因為好像以前 在建範牌 他們是 比較熟 日本人的 很看 日本人的 很看 所以這邊會 狀況比較日式 然後放了他們的 日式 很小 但是 用起來很ok 如果你習慣做日本飯 的話 就覺得 日本人的 以前是很高級 日本人的 就是不正 是他年代久 但其實你看他的 裝網子 其實在那時候 都算是很高達的一個裝網 我是覺得 那個什麼 浴室裡面 他的 衣服 比較 解約 因為他只有 木耳 跟 吃早餅 因為像我的話 我會喜歡 用 如果可以 用的話 會更好 他那邊是 這邊的訂製 架子 很高的 所以 我覺得也不用太過於強求 哇 這也是太好氣的 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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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有人要丟 最後講 他要加 硬度 大概 我們這次 算是一博 我只想其實老實說是一國三次 晚上跟早餐的 咖 餐廳 他在晚上9點到時間的時候 你可以到櫃台去 你就可以去餐廳 好 他很容易可以練 你就可以去餐廳 當然你可以選的櫃台 因為 談小吃店裡太多 很多好吃的東西 對啊 所以你可能走路 幾個月 你就可以吃到 然後這個小吃 大力 都可以再先來 不過我覺得他們的 咖啡餐廳 很厲害 是他們 針對餐廳的小吃 有很多 互樣特色的成績給大家 就是吃起來 就是吃起來的 就是吃起來的小吃 不是我剛吃的那個 昨晚餐廳的餐廳 他跟 我的鵝仔很難看 然後又是好吃的 然後 他們那個什麼 現煎 現做的東西也很厲害 我現在魚類很多 我覺得他們這邊的 是比較說 海鮮魚類 多過魚肉類的 然後今天早上的話 比較特色的就是 好 然後他生物也好 好 所以最重要的是 他們早餐 居然就放點滴滴滴滴滴 好 然後另外一個配牌的 我覺得是 真的好 如果來出的話 一定會比較這樣 就算 好 那今天好 我們大家看 一國二十街場 我們到這邊 我們下次就期待 不知道看不出來 然後再跟他 一起接送其他的飯店 下面出來 好 好 我忘記說了 就是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耶 耶 嗯 嗯 嗯 好 好